大家在那边叫说要不吃不喝多少年都买不起房子的时候 财政部统计说全台湾有将近66万人拥有三间以上的房子 人家一间都买不起两间都太矜了 他们有三间屯房屯的太严重了 所以学者建议这回奢侈税的修法可以锁定屯房族来课征买房税 同时让奢侈退延长到三年或四年才能够真正抑制房价 富丽堂皇的豪宅移动接着移动盖 房价不断畅新高 打房的奢侈税似乎还是没把房价给打下来 这回财政部检讨奢侈税将目标锁定在屯房族 根据统计全国超过66万人拥有三间以上的房屋 学者建议未来要课买房税 将来可以考虑把这些屯屋屯地一户多屋的人 如果他还要再去买房地的话 我们是认为他这个是属于投机或炒作的性质 那我们也希望他在买房室的时候 那我们也要对他课税 屯屋屯地情形很严重 学者说奢侈税不仅不能退场还要再进化 延长年限三到四年或是直接课征买房税 因为实施两年的奢侈税 结果双北桃源台中和高雄 房价两年内还是持续上涨 想要继续抑制房价 财政部似乎也想加强奢侈税 锁定屯房三栋房屋的民众 不过拥有三户的豪宅和拥有三户的平价房屋 如果一起都客买房税 税率相投似乎也不太公平 客是客啦 但是我看效果不大 有些人已经有房子 然后他又去买房子 然后再去炒作 那就不应该 所以难怪台湾的房子 房价越来越贵 所以应该要客税 那当然啊 民众倒觉得不管价值如何 都要客税才能遏制炒房 新版奢侈税方向细节怎么定 财政部还有伤脑筋 专讯讯访唐一辰 这一生台北采访报道